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探索帕劳的灵式水上侦察机残骸。 这些灵式水上侦察机是日本帝国海军在二战期间使用的一种战斗机, 它们以其优异的性能而闻名,包括高机动性和高速飞行。 在帕劳战役中,许多灵式水上侦察机被击落或坠毁,沉入了海底。 帕劳的灵式水上侦察机的残骸,是二战历史的重要见证。 它们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战争的残酷,也提醒人们珍惜和平。 这些飞机在战争期间被击落或坠毁,沉入了海底。 需要具有一定的潜水经验才能进行探索。 其中最著名的潜水点是灵式纪念碑。 灵式纪念碑位于帕劳首都科罗尔岛附近的海底。 这里沉没着一架灵式水上侦察机,牺身完整,保存完好。 这架飞机被认为是1944年1月31日,在帕劳战役中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。 飞机机身完好无损,吸引和发动机都还在原位。 飞机的内部结构也清晰可见,包括座舱驾驶舱机将等。 潜水员可以通过探索这些飞机,感受战争的残酷,也提醒人们珍惜和平。 下次我将带领大家去帕劳的德国水道看Menta。 谢谢观看,下次我们再见。